然後當賽德克排完之後 就覺得說好像應該 拍一個熱血點的故事 就是當時我在寫賽德克的劇本的時候 是查了很多的資料 那因為在查資料過程裡面 發現很多更精彩的故事 在台灣想要放手 就第一個會選擇紅葉燒棒 大家都會以為紅葉燒棒 是台灣棒球的起源 不是 不是 原來台灣的棒球還有這一段 還有這一段 不過這一段好像大家都不知道 只記得到紅葉 在紅葉之前好像都忘記了 在紅葉之前還有一支更精彩更有趣的 只是說 它發生的年代是在日據時期的台灣 在1931年的時候 在當時台灣的風氣 只可以由日本人打的那個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球隊 他打破這個迷思 他不分人種 他分人才 你打得出拳圓打 你跑得了壘 你回來得分 你借到球 你就是英雄 第一支 由濁水西以南 拿到夾子圓代表拳圓球隊 這支球隊 在這個之前 從來沒有贏過任何一場球賽 短短的一年之間 他們就打到全島冠軍 而且代表台灣去打夾子圓 之後一路過關斬將 到了冠亞軍賽 他們那種 永遠不放棄任何一顆球 絕對不服輸的精神 讓現場五萬五千多名的觀眾 起立其聲 吶喊 英雄戰場 天下加農 這個天下加農的美誼 一直傳到現在 你去日本問一些老人家 問他們說 你知道嘉義農林棒球隊嗎 他們知道 而且在那個年代 可能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但是知道說 台灣有一個叫嘉義的人 就是好東西 就是找適合的人去完成它 然後讓電影這種東西 變得跟棒球一樣單純 剛好馬志祥他以前是棒球隊 也是棒球員 然後他對這個東西也很懂 該怎麼投球 該怎麼他都懂 那些細節訓練的細節 他以前都曾經訓練過 所以當我把劇本寄給他的時候 我心裡就一直在盤算說 他能不能拍呢 能不能找他拍呢 這樣子 當時應該是在去年的 賽斯科巴萊的宣傳期的時候 我一開始就問會長說 接下來要忙什麼 然後他說要忙一個小的 然後我說忙什麼小的呢 他說是棒球 然後我就 我以前打哨棒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要不要看劇本 我說好啊 他就說他看完整個手心一直冒汗 在翻閱劇本的過程 一直到最後 他看得非常的感動 手一直冒汗 看到最後非常的激動這樣 我說當一個看劇本的人 都可以有這種感覺的時候 就表示說他 對他來講是一個可以展現的 他看到的畫面嘛 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導演 跟編劇 他應該有那個 執行力跟想法才對這樣 我從小到大都是搞體育的 其實我在劇本裡面 有看到很多自己的經歷 然後孩子們的成長 好像是我以前的 我在看的時候 立立在目的感覺 然後我會發現說 好像台灣少了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題材 能夠這麼緊抓住土地 然後那麼貼近台灣觀眾的一個 勵志的那個 運動型的電影 然後沒想到 接觸到之後 發現說他根本就不小嘛 大家都是用大片的規模在思考 要怎麼做 我規模沒有賽德克那麼大 可是工作人員的思考變大了 格局變大了 所以他們是用賽德克的思考跟格局 來製作這部片子 简直也不好看 你會找一個外國人演莫鬧如道嗎 不會 對不對 那你會找一個台灣人去演外國人嗎 不會 那對我們而言是什麼就是什麼 我們可以接受演技的青色 但是因為我們是棒球電影 我們絕對不容許球技的青色這件事情 有想過說要不要找線上的演員 有想過這個 但是我們之後決定賭一把 還是找素人演員 而且都是棒球員 非常嚴肅的一件事情 從來沒有一個棒球電影 從來沒有一個棒球電影 全部都是用球員 沒有 你們將來看到的也不會有 但是我們台灣第一部 全部是用球員組成的棒球隊 你們全部 你們現在是演技 但是你們是由球員組成的棒球隊 懂我意思嗎 我們是棒球電影 這個時候一定要展現出你們的 決心 了解嗎 好 好 棒球隊 不是真正的球員 他們沒有辦法跟球的韻律 沒有辦法跟那些跑步的韻律結合賽 那些東西怎麼演都是假假的 沒有說服性 今天我們要拍出一支 可以打進夾子圓的球隊 至少他們在技術上 要有說服性 對觀眾來講 要相信這是一支真的可以打進夾子圓的球隊 所以 演技的青色沒關係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不管用任何方法 它是一部很單純的 很單純的 棒球的電影 是很純真的 這一群人在球場上 努力 奔跑 揮棒 目的只有一個 榮譽 球隊的榮譽 為台灣的榮譽而打 為台灣的農民而打 誰能夠 贏那0.0001 誰就是時代的英雄 這就是一個時代最美好的時間點 就是在球場上 就是在運動場上 所以我希望 能夠透過這部電影 透過台灣第一支棒球隊 第一支有台灣人所組成的棒球隊 來帶著所有的台灣的觀眾 回到那個 棒球的純真年代 重新再找回說 為什麼棒球這麼迷人 因為有一群年輕人 他們在球場上奔跑流汗 甚至流血 目的只是為了榮譽 我覺得很美 我覺得這東西很美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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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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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